可以看到这个小地图是大都会 然后小方出生在9点 是红色的虫竹 而这个others是这个出生在6点 是紫色的人猪 那么小方第一时间 飘到房子过来 小方飘到空中庆典 那么会第一时间看到了others 这样的话是一个空中庆典的话 我想可能会others人猪的话 好的我们看到others非常聪明 用这个在特定的在1分20来秒的时候 用SF去自己边上巡逻一下 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到是不是 房子是不是在这个空中庆典 话说回来 这个既然是地图是一个空中庆典的话 然后我们看到 others应该会采取一个科技型的打法 就是使用比如说这个空头火车呀 或者是或者是什么阿凡达之类的 好的现在others成功的干扰了这个小方 想14D罗上的这个想法 所以说小方只好在14D的时候放下气光雪姿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 是选用了现在很流行的2BB 是在自己接近的黄金框这里偷了一个BB 但是小方现在走进来看到 Iris必须有照气光 那么应该说是会拆到的 要么是会是可能是2BB的一个Rush 你看到现在小方是 雪姿是已经照好了 然后在放下的气光 这个算是一种2BB的变种是照下的气光 我觉得一般2BB是不需要照气光的 现在Iris的话是拉了两个农民 然后三个枪兵去对方 三个农民 这个农民应该是想在这里放一个Bunker 但是并没有放得下 因为小方的狗已经出来了 然后现在刚提了狗树 小方这里应该看到对手的这个拉西已经过来了 所以小方应该拉点农民下来 看双方的操作了 看到这个阿德瑟的甩枪兵还是甩得非常的犀利 但是由于枪兵的数量太少 只有三个枪兵 所以说这个三个枪兵不能敌8狗啊 这个阿德瑟这个第一波进攻就被挫败了 而小方现在二矿已经好了 狗树已经提升了三分赞 然后皇后也正在进展当中 一切发展都非常的顺便 这样 阿德瑟的话 这个 现在的话是 是选择了 放下来二矿 然后双枪兵 在这里堵一下 在这里堵一下 下方肯 嗯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打法的话 要是小方选择就是 看小方 要是选择放下堵破槽 然后憋一波 然后这个 这个 好的 这样我们看到这个 阿德瑟的这个 走位还是非常的漂浮的 把这个把这个枪兵卡在了这个小的角落 那么小方的狗送了不少 送了不少 而现在阿德瑟已经补下 补到了四个BB 补下了第四个BB 而小方的话 并没有选择Rush 是自己在家里 狂捕农民 然后选择了升级二本 二本已经升级了一半了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农民对比 小方的农民数量的话 略占U4 是25比19 小方还是非常稳妥的在这里补了个地方 因为自己之前的狗已经全部被送完了 然后我们看到阿德瑟的话 是升级了兴奋机 是BB 这样的话双方应该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一个时期 看到小方的二矿已经招好了 然后在这里应该是招飞龙塔 把飞龙塔藏在一般来讲 这个扫描会扫描不到的地方 同时放下了毒爆槽 这一把扫描刚好扫描 找到了小方和毒爆槽 可能阿德瑟就不会这么急着的去补下B1了 我们看到现在阿德瑟并没有B1 现在的话小方的第三个期框也开始运作了 现在应该是放下了3框 好的 小方选择在12点的这个主框放下了3框 然后我们看到阿德瑟并现在才开始招这个中弓 才招到了3分之2 而且并没有补下B1 而现在小方的这个气框已经快要招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小方有400多的气 应该是能够一次性出六条飞龙 六条飞龙 五条飞龙 看到现在小方的攻击已经补得差不多了 已经到了38个 好了现在阿德瑟的B1已经快要见到完毕了 B1好了应该是补下防控 应该是能够勉强来得及 但是现在阿德瑟选择了一波出击 而小方家里并没有就是变独暴或者说是什么的 好的这个独暴变出来了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稍微会晚了一点点 好的刚好 那么就看双方的操作了 先用这个独暴这个独暴是慢独暴 这样的话就 小方的飞龙虽然是出来了 但是并没有能够去烧的 而是被阿德瑟逼回了家 而阿德瑟现在建好救车 选择了回撤 小方的一个操作失误 把这个所有的兵跟在这个铝黄的身上 那么小方应该是去侦察一下对手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们看到阿德瑟选择了 还是选择了比较传统的 是这个机枪坦克 可以少许的这个掠夺在前面挡独暴 那么小方的现在十二点三框的 三框已经开好了 好小方是飞龙去想去骚扰一下 但是只有三条飞龙 而对手的飞 规方也非常的快 那么这三条飞龙也没打到什么酱油 而小方的自己家里的话 是在升级这个远程的义工 和地面的义房 然后以及这个蟑螂的这个速度 还有这个房子的空头 那么应该是用蟑螂配毒宝的一个打法 阿德瑟我觉得他的屋面好像 主则不是特别的快 所以说现在才只有38个龙命 而现在小方的话已经有64个龙命了 好这是现在阿德瑟一波出击 这波出击的话 小方在独暴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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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方在独暴在一方 好 坦哥有了架了坦哥先架控制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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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12个蟑螂 12只蟑螂可以选择反打一下 好 小方还是稳妥的 应该现在可以再找个基地了 或者至少把这边山框的这个气框开一下 好的 选择扩张了第四片框 那么我们看到阿瑞斯的话是才开始找自己的档框 那么现在小方的话是略占一点优势 双方的人口对比的话 由于在刚才那局交账之后 这个阿瑞斯的这个人口只有71 而这个小方的话应该是有120左右 好 138 而且小方的这个空头也已经收好了 那么可以考虑就是 一波空头 防止虽然过去了 但是里面并没有装兵呢 好的小方的蟑螂已经是一攻一防 而我们看到这边阿瑞斯的话是一攻 坦克的话是零攻零防 那么现在阿瑞斯可能会 相对要难打一点 好的小方又放下了第五边框 现在双方的话小方是60个农民 然后有14个之邦 而阿瑞斯的话是49个农民 好的阿瑞斯这个三框也即将开启 但是小方的四框也已经好了 应该拉一些农民过去的话 四框也就已经赢了 小方还是在长兵 是准备战到200万 小方有一些毒暴已经准备空头毒暴了 但是阿瑞斯就是准备直接尾手家里了 到处找防空直接尾手家里了 小方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三框 已经开启了 那么小方会选择空头吧 我们看到阿瑞斯的主框已经尽量要踩干了 那是三框已经成功的运作起了 好我们看到现在小方动了 小方的人口已经满了 而且家里还有不少的兵 并没有并没有一起动 这个是小方是准备牵上吗 这样不好啊 阿瑞斯一把雷达扫过 看到小方的兵还在家里 阿瑞斯这个心里都顿时安定了一下 但是说不知小方其实已经有一些兵 在准备空头阿瑞斯的这个三框了 但是这些兵的话 如果说是强行空头的话 可能会送你了 好就是看这个阿瑞斯的这个枪兵的这个操作了 但是这个空头独暴确实比较银罢 那么阿瑞斯的这个前面的坦克和一些枪兵已经全部被换完 小方其实家里还有一些兵 这些兵怎么不A过来啊 这些兵怎么不A过来啊 这个阿瑞斯的一些 阿瑞斯的正面部队虽然说是被打掉了 但是自己的经济还非常的良好 存款有了1000多 那么也会考虑是不是多少几个兵营呢 现在小方终于发现了自己还有不少兵 并没有动 并没有动 而且 这么着呢 继续送吗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小方还是准备直接硬冲了 直接硬冲了 直接硬冲了 无视对方的坦克 直接硬冲了 好的 这样的话 阿瑞斯应该会在 应该会 会要打出奇迹了 因为自己的部队已经全部牺牲了 好的 阿瑞斯打出了奇迹 那么我们恭喜小方 赢得了这个B23的第一局 这个B23的第一局